哈囉 各位好 我是Raymond 雷孟子 我們大家一起來畫畫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個是 How to make a Polkadot in Adobe Illustrator 好 那這個 點點 圓形的點點 這個是要怎麼去做 那其實這個是蠻簡單的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原油 好 它的原油 看一下 來 看到這邊來 好 Polkadot 這個是波爾卡點 波爾卡點呢 它 它又稱作波爾卡圓點 它是一個又一系列的十星圓點構成的花紋 那這些圓點通常大小是一樣 然後排得很緊密 但也有波爾卡點是有許多大小不同的圓點構成 波爾卡點通常用在兒童服飾 玩具或者是家具的設計 但它用途可能比這還要廣 好 那就從我家旋旋的這個銅裝來講 我發現它其實像這個 口水晶還有它的上移都是有用到 波爾卡點的設計 有這個點點做構成 那有大的 有小的 好 那 這個我們要怎麼用RTrader來畫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點選工具箱上面的 這個橢圓形工具 按住shift鍵 畫個圓 好 畫個圓之後記得 請你在幫它填色的時候 就是選擇 像這個 粉色系 好 選粉色系 那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請務必呢這個外框要按5 好 不要外框只留下面積填色 好 那點選黑色的選舉工具 好 我們畫個圓 畫個圓之後點選 物件裡面的圖樣 然後按下製作 好 點進來 好 點進來之後 它會跟你說它會新增到色漂面板 沒有錯 它會新增到色漂面板 會自動產生到色漂面板 好 按下確定 好 按下確定之後呢 這邊 就我們可以來設定 那拼貼類型呢 我們就幫它設一下 好 好 專文一直欄 對不對 好 然後這邊 將拼貼調整為作品大小 這個打勾 好 那 水平間距這個要多少 好 這多少的話就是看你怎麼設定 我算 1.27公分 好 1.27公分 好 好 假設我要設這樣的距離 好 那好了之後呢 上面打勾完成 好 打勾完成 好 那這邊 這邊就是我設定的一個數值 給大家看一下 就這樣子 好 那記得上面打勾完成 就完成 那完成在哪裡 完成就在 我們的色漂面板這邊有一個圖樣 就產生過來 這邊就寫著 新增圖樣 當然你剛才如果命名的話 這邊就會有你命名的圖樣名稱 齁 在這名稱這裡可以新增調整 好 那再來看一下 我們來畫個矩形就可以來使用這個圖樣了 好 矩形 點選 矩形工具 畫個矩形 好 畫個矩形之後呢 我們先幫矩形填個顏色好了 填個淺色 好 填個淺色 好 然後呢 我們再來把 把這矩形按下 Ctrl加C 再按下Ctrl加F 直接貼在正上方 好 貼上去之後呢 點一下我們剛才做的色漂 好 點到面積 然後再點色漂 好 這樣就填進來了 好 填進來之後呢 我們現在 這個色漂呢 想要再幫他做一點調整 好 讓我們使用 黑色的選舉工具 點著我們剛才也填上 色漂的矩形 再點選物件 變形裡面的 縮放 好 點進來 好 點進來之後呢 我想要調整 這個點點的大小 所以呢 我記得把這個打勾都用掉 只勾選我要變形的圖樣 因為這個點線 這個點線變成色漂之後呢 它就叫做圖樣 那我們可以從一字這邊做調整 但是我們要看到調整的話 必須把玉石打勾 好 打勾再從一字這邊做調整 點一下 按方向鍵上 你就可以調大小 調大或是調小 這都可以調整 調大或調小 可以按方向鍵來做調整 好 調完之後呢 按一下確定 它就確定了 好 那還有一個方式呢 就是我在這個色漂面板裡面的兩下左鍵點開進去 好 中間這個點的點一下 我要換色的話 可以從這邊直接 好 點中間 用黑色的箭頭點中間這個點 然後再點上面的這個顏色去做選擇 那這樣就變色 變色之後呢 我們再換個色好了 好 換個色 換好之後呢 打勾按這邊完成打勾 那這樣就整個都換色了 好 換完色之後呢 我們再畫一個矩形 點矩形工具畫個矩形 然後呢 填個白色 一樣沒有外框喔 好 填白色之後呢 再點選視窗裡面的透明度 打開透明度 好 透明度沒有打開之後 再補透明度下降到70 按Enter 好 這成為一個半透明的色塊 然後我們在半透明色塊 再使用文字工具呢 去做輸入 那我們就可以獲得 像這樣的一個畫面了 好 像這樣一個畫面 好 這樣增加一個透明度的色塊 然後再打字 然後這樣整張就做好了 好 這有些時候呢 做個底紋非常方便 好 很快就可以完成一個底紋 好 大家試看看吧 這一個蠻基本的色票的圖樣設定 好 好 那請各位如果喜歡的話呢 幫我做個訂閱 還有一個鈴鐺 再麻煩各位啦 謝謝